中朝联赛第25轮结束了一场引人关注的重磅较量,主帅刚刚下课的天津全景客场挑战山东武能,双方由于重重原因,都没有上全三名外援,特别是天津全剑,只能以单外援作战。 然而,以国内球员为主的两支球队,全爆发出了不小的火药味,下半场接近尾声时候的一次大冲突,更是成为比赛的焦点瞬间,被犯规者一度起身狂追犯规则。 这是比赛第85分钟的时候,山东鲁能在主场取得了3比2的领先优势,此时鲁能在后场获得皮球发动快速反击。 本场比赛的进球工程吴兴涵,接在队右传球后高速向前突破,面对天津全剑三名球员的包夹防守,他依然选择用速度甩开对手。 然而,吴兴涵却被身后的防守球员吴伟故意意向推倒在等。 这个举动连彻底记录吴兴涵,可以看到,吴兴涵在高次带球过程中被推倒后,由于关性太大,导致其直接在地上滑行很长一段距离,十分危险。 而吴兴涵在倒地之后第一时间没有顾得上疼痛,而是直接起身冲向肇事者吴伟,21岁的中超新兴吴伟则一路小好向前,而吴兴涵则在身后狂坠数米,想要至万犯规的吴伟,最终吴伟被鲁能队员成员挡了下来,而吴兴涵也从身后顶撞了一下吴伟,而吴伟则直接将身前的成员撞倒在等,双方瞬间陷入了不小的混乱。 多名球员围,主裁判复明只好亲自过来顺态冲突的球员,而吴兴涵,健壮的也没有过分纠结,只好无奈的离开了事发现场。 其实,21岁的吴伟,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中超出现校外轮廊的犯规。 在此前重庆思维与天津拳剑的比赛中,吴伟就曾在身后做出剪刀腿的飞产,将重庆的巴西万元费尔南多产办在地,只是当时主裁派也没有向他出示狂牌 不得不说,21岁的吴伟作为防守球员时,有犯规自然可以理解,但是在场上还是应该踢得更加冷静和聪明一些 这样的危险犯规动作尽量减少才好,老球中超球屏